嗯 蓝色好 红色好嘞 还是黄色 像Lamborghini 白色又很帅 可是白色难照顾了 根据我们收集到两份专业报告 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 最受欢迎的汽车颜色 是白色 没有想到吧 而且还高达38% 而且还是连续9年残联了冠军这个位置 那在这里我就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全球最受欢迎的汽车颜色有哪一些 而在这个亚洲地区部分呢 最受欢迎的汽车颜色也依旧是白色 比例更是高达49% 其中珍珠白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白色了 单单在日本地区哦 当地就有36%的消费者选择了白色这个汽车颜色 而珍珠白就占了26% 比第二名的这个黑色也是22%的黑色呢 还有更高 同样的这个潮流在我国市场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从这个列表上看到啦 白色依旧是最高最受欢迎的这个汽车颜色 接下来呢则是银色啊黑色灰色 但是比较surprise的是蓝色和红色在我国的这个市场上 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 那从这几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共同点呢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汽车买家 普遍上还是会选择非彩色系的这个车子颜色 像是第一名这个白色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会选择这个白色的原因啊 除了看起来比较大气 比较时髦比较时尚以外呢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可以让这个车子看起来更加的大量 至于这个银色还有深灰色啦 除了普遍上被认为是很容易照顾 也比较耐脏以外呢 最重要是它能够带出一丝这个科技化的感觉 而且这种配色啊能够显示出那种 领角有名的车身设计 在一些比较跑风的车款上呢 是能够显示出它的运动化的 不过呢 有不同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显示出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 车身亮丽的这个颜色了 像是红色啊蓝色啊黄色啊 其中这个蓝色和红色喔 是开始在迎头感上这些 普遍的非彩色系车身颜色 去年单单在这个亚洲地区呢 就有高达23%的消费者 选择了这些色彩艳丽的颜色 年轻化一点啊 其实选择鲜艳的这个车身颜色 是有好处的啦 除了能够彰显你的这个 独特的个性以外呢 它也比较容易辨认 而且也比较不容易被偷 不过呢 你就不可以怎么做坏事了啦 那除了车身颜色以外 其实内装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系的 好像一些豪华房车以及家庭车 他们就喜欢使用浅色色系的 这个米色内装 主要是看起来更加豪华之余啦 也能够显示出这个内部空间很宽敞 很有空间感的感觉 那说到这个内装色系啊 基本上大马的消费者普遍上还是偏好 黑色以及灰色的色系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容易照顾咯 不过这个纯黑色的内装 也是最近一个流行的趋势啦 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车 开始使用全黑的内装 包括里面的这个顶棚 都是使用黑色的 以往这样子的一个全黑色系 只有跑车或者是性能车才会看到 但是现在一般上的这个平民车款 也开始出现了这一种的一个色系 运动风 只不过整个黑黑到完呢 看久了就可能会有点boring啦 于是深赫色的内装就开始出现了 和全黑的内装相比啊 多了这个深赫色 整个组合看起来就更加的奢华 更加的优雅的感觉 就好比最新推出的这个HONDA HR-VRS 它就推出了这个内装选项 喂 做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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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组合的好吃 採血 肤语 背面的转异 採血 肥味 肌尾 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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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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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RV RS 这个HRV RS 有什么不同呢 它这回多了这个深褐色的内装 就和我的高级皮鞋一样 更加的年轻化 同时又时尚 典雅 高贵 大气 加上这个镀铬四条啊 整个看起来就是classy 不要忘记它还有这个非常出色的内部空间表现 以同级来讲啊 它是一流了的 加上这个看起来很classy的内装 哇 我坐在后面就种子我就是觉得舒服 人生就是这么的朴实乌花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加上它的这个尾箱空间也是够大而且够低啊 你要装东西的话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两车还有超级多的植物隔 整体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看到了吧 电子调整座椅 我一向都很喜欢这个HRV 的内装设计啦 整个中控台的设计就是非常的旧手 所有按键都是符合人体工学而且还有这个 Touchpad 的电子恒温空调系统 电子手刹 6G 安全器挡 最重要的是这个HRV RS 它有 BGR 技术 这个转向技术能够让它的转向更加的敏捷 同时 它还有 Honda Lane Watch 车侧盲点显示系统 玩玩啊你以为 最重要是它有非常省油的动力组合 1.8的I VTEC 搭配CVT 上山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哦如果你要找一辆实用性很高 又省油啦 可是又很时髦的这个SUV 的话 这个HRV RS 是市场上最good的选择之一 而且如果你担心这个深褐色的内装 比较难照顾的话 不用了 这个Honda Malaysia 它们还是有提供黑色的内装可以选择的 是不是很心动咧 想买的话 找我Salesman Attan 就对了 想赚大钱也可以找我 我可以让你月入过万 不失梦 OK啦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车身颜色 还有这个内装色系 并且告诉我们 这个原因啦 回答到最有创意的朋友呢 能够收到我们一份 精美的小礼物 当然 最重要的不要忘记 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